1989年,做银矿生意的华福熊非常的高兴 他的妻子怀孕了,他们决定将这个孩子生下来 又因为妻子从事音乐行业 他经常看到妻子拿着耳机放在肚子上给还未出生的孩子听音乐 妻子希望这个孩子未来也能从事音乐行业 在他们夫妻的热切期盼中 1990年2月7日,这个孩子在湖北省实验室出生 他们为他取名华晨宇 娱乐大爆料,每天爆猛料 欢迎大家订阅,留言,点赞哦 在华晨宇出生的这一年 一位名叫许晴的21岁北京大妞即将从北影毕业 她很幸运地在这一年被导演陈凯歌看中 出演了电影《编走编唱》中的女主角蓝秀 并与陈凯歌传出了绯闻 后来这个绯闻传到了陈凯歌的妻子洪晃的耳中 洪晃为此和陈凯歌大吵了几架 最终经过慎重考虑 洪晃选择了和陈凯歌离婚 在华晨宇出生的前一年 一位名叫张碧晨的女孩则在天津出生 在华晨宇一岁时 一位名叫邓诗颖的女孩在上海出生了 那时华晨宇根本不会想到她未来的人生将会和这三个女人纠缠在一起 只是在遇到她们之前 华晨宇就遭遇了很大的不幸 华晨宇两岁时 她的父母感情破裂 选择了离婚 父亲华晨宇拿到了她的抚养权 她跟着父亲一起生活 可是在成长的过程中 做生意的父亲太忙了 很多时候 她需要一个人熬过漫长的时光 幸运的是在这漫长的时光里 她找到了心里的光音乐 她在六岁时学习长笛 十一岁学钢琴 随后开始写歌 如她母亲所愿 华晨宇爱上了音乐 并且决定将生命的热情倾注在音乐上 为此她决定要考入武汉音乐学院 在考入武汉音乐学院之前 华晨宇离开家乡 跑到武汉读高中 虽然她在学校里不爱说话 但她在音乐上的天赋 备受同学的认可 其中有一位名叫刘诗宇的女孩 对她深深的着迷 有一天 刘诗宇和华晨宇一起值日 刘诗宇突然向华晨宇表白 华晨宇在错愕中选择了接受 刘诗宇成了华晨宇的初恋 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后 他们像所有的少男少女那样恋爱着 可是在高三时 因为一些原因 刘诗宇向华晨宇提出了分手 华晨宇很伤心 但这一年让她伤心的事情 并不止这一件 这一年高考 她与武汉音乐学院失之交臂 她的专业课得了满分 文化课却比武汉音乐学院的 录取分数线少了一分 华晨宇不甘心就这么失败了 她决定复读 2009年 华晨宇在占高考 最终以文化课高出录取分数线 二十多分的成绩 被武汉音乐学院录取 当华晨宇考入梦想的大学时 张碧晨梦想着考入中系 因为母亲唱歌唱得好 她也喜欢上了唱歌 但当张碧晨要将唱歌 作为人生方向时 母亲第一个举手反对 因为她觉得学唱歌是歪门邪道 最终在父母的建议下 她考入了天津外国语大学 在法语专业就读 当华晨宇、张碧晨进入大学 邓诗盈已经在香港出道一年 发行了人生中的第一张音乐 EPGEM 在香港乐坛的各大颁奖礼上 拿到了不少奖 她还有了一个艺名 邓紫棋 也是在华晨宇考入大学这一年 许晨在电影《建国大业》中 非常想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组建乐队 就在她寻找乐队成员时 她在学校的琴房 认识了一位名叫万福佳的女孩 她觉得这个女孩钢琴弹得特别好 她邀请她加入乐队 万福佳同意了 这个乐队的名字叫康熙乐队 在康熙乐队的朝夕相处中 华晨宇和万福佳产生了感情 他们成了男女朋友 他们一起学习 一起玩音乐 还带领乐队在武汉音乐学院 首届电声乐比赛中 拿下了冠军 那时的华晨宇不会想到 她命运的轨迹将在2013年改变 2013年 华晨宇被邀请参加快乐男生的海选 万福佳非常支持 她参加这个比赛 华晨宇也没让万福佳失望 她一路过关斩将 拿下了快乐男生 2013年的年度总冠军 并且在参赛期间 华晨宇去见了万福佳的父母 在朋友们看来 他们这是要结婚的节奏 可是随着成名 两人聚少离多 感情出了问题 万福佳提出了分手 当华晨宇和万福佳分手时 张碧晨已经远在韩国 在天津外国语大学时 张碧晨瞒着父母参加了很多音乐比赛 他被韩国KBS国家电视台的促进团团长看中了 这位团长邀请他参加韩国知名音乐节目音乐银行 因为表现优秀 音乐银行的导演给他介绍了一个韩国经济公司 推荐他去做练习生 张碧晨没有拒绝这个好意 他在韩国做起了练习生 只是在韩国张碧晨生活的并不怎么好 原本公司承诺一天最少有两顿饭 结果只有一顿 而且韩语老师在上了四五节课后也不来了 又加上韩国演艺界论资排备的情况很严重 这使得张碧晨十分不适应 但是一想到自己付出了那么多努力 吃了那么多苦 才能站在这里 他选择了人 随后他在2013年7月加入韩国女子组合Sunny Days 正式出道 只是出道后事业的发展一言难尽 并且他穷到叮当响 每天吃一碗泡面殉命 这样的生活并不是张碧晨想要的 最终他决定回国 回国之后 张碧晨在2014年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 获得了年度总冠军 张碧晨成名了 当张碧晨成名 已经成为知名歌手的邓紫棋 却失恋了 他和相恋了四年的男朋友林又嘉分手了 他非常的伤心 不过 不管是张碧晨成名还是邓紫棋失恋 华晨宇并不关心 因为他太忙了 他忙着出专辑 忙着开演唱会 忙着参加综艺节目 因为参加综艺节目 华晨宇和许晨相遇了 他们受邀参加了真人秀 花语少年第一季 在这档节目中 他们二人在海边用十分钟时间摆了爱心 他们有了绯闻 许晨在接受金星的采访时甚至直言 我们两个真的很相爱 而且是灵魂伴侣 只是在两人的绯闻越传越离谱时 许晨说他和华晨宇是比较谈得来的朋友 华晨宇则称许晨将自己当作儿子看待 并且他说他的择偶标准 不是许晴这种类型 这才使得谈论他们绯闻的人少了很多 在花语少年第一季播出的第二年 华晨宇泽和张碧晨相遇了 年初的时候 他们参加了辽宁卫视的春晚 中秋的时候 他们参加了央视的中秋晚会 他们有两面之缘 但真正让他们了解彼此的机会 还是因为他们在这一年的年底 一起参加了音乐游学真人秀节目《畅游天下》 他们一同到伦敦 洛杉矶录制节目 那时华晨宇不舒服 张碧晨会帮华晨宇按摩颈椎 还让华晨宇将脑袋靠在他的小腹上 在录制完节目之后 他们会用计摆脱他们的团队 一起拉手散步 一起遛狗 共喝同一杯饮料 2016年张碧晨开演唱会时 华晨宇还亲自去站台 2017年有人爆料他们在谈恋爱 网友很快发现他们经常撞衫 还有同一款戒指 项链 但是两人都不承认 甚至为了避嫌 2018年4月 他们在参加《我是歌手巅峰会》碰面时 互不理睬 但有意思的是不久有人爆料他们 在参加这档节目时 入住了同一家酒店 那时他们都不会想到 两年后 他们会让大众吃到一个震惊的大瓜 只是在参加完《我是歌手巅峰会》之后 张碧晨举办了一场名叫极光的演唱会 随后消失了 对于张碧晨的消失 外界传言是被谢娜封杀了 有人传张碧晨介入了谢娜和张杰的感情 当张碧晨消失 邓子齐发行了歌曲《错过不错》 有人爆料这是邓子齐写给华晨宇的歌 在这之前邓子齐和华晨宇的绯闻已经传了三年 2016年1月 有人拍到邓子齐和华晨宇同游深圳 邓子齐还亲密地挽着华晨宇的胳膊 2月 由狗仔拍到邓子齐从香港飞到北京 手里拿着蛋糕 住进了华晨宇的公寓 当华晨宇在机场送别邓子齐时 狗仔又拍到华晨宇对邓子齐实行摸头杀 到了2017年 有人爆料两人正在相恋 随后网友扒出邓子齐和华晨宇有同款外套 鞋子 包包 甚至华晨宇戴的一条金鱼项链都引起了注意 因为邓子齐的外号是金鱼 但是不管外界怎么说 两人并不承认相恋 他们说他们是好朋友 只不过当张碧晨消失三个月后 邓子齐在网上晒出了一张和一名男子的合影 那名男子名叫Mark 是邓子齐官宣的新男朋友 有意思的是公开Mark一年后 邓子齐接受了一次媒体的采访 在这次采访中她说 花了很久才走出那段感情 那一年里面一直感觉是有希望的 我们是迫不得已才要分开 过了一年 我才突然发现是没有希望的 有人猜测邓子齐说的是华晨宇 但是因为没有能垂死的证据 一切也仅限于猜测 反而在邓子齐接受这次采访的六个月前 张碧晨又出现了 她重新工作 谢娜还帮她辟谣她和张杰之间的传闻 似乎在这一年 张碧晨、邓子齐、华晨宇 已经在人生的岔路口分开 然而现实远比表象精彩 2021年1月21日 有人爆料看到张碧晨在给孩子上户口 而孩子的父亲是华晨宇 对于这个爆料 很多人选择了相信 因为前几天发生了郑爽代孕 弃养事件 大家觉得华晨宇和张碧晨有个孩子 也没什么大惊小怪了 然而在当天的深夜 华晨宇的表哥进行了辟谣 只是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在1月22日下午5点 华晨宇在社交账号上发文 是的 我们是有一个孩子 他承认了他和张碧晨有一个孩子 随后 张碧晨也发了文章 承认了他和华晨宇的恋情 还说他在2018年秋怀孕 因为不知所措 他选择了和华晨宇不辞而别 跑到了国外在华晨宇不知情的情况下 生下了孩子 但是随着孩子一天一天地长大 他觉得不能剥夺孩子拥有父亲的权利 也不能剥夺华晨宇身为父亲 面对自己的孩子做选择的权利 于是他告诉了华晨宇孩子的存在 华晨宇在得知消息后 先是很猛 但猛过之后更多的是欢喜 并且华晨宇对他说 很遗憾没有陪他度过孕期 并表示要给孩子落一个完整的户口 在这之后 华晨宇又发了一篇文章 他说孩子是一份很特别的礼物 让他很开心 他希望大家能理解他们 然而很快他们的宣传团队 爆出他们两人并没有结婚的消息 两人是未婚生子 不过他们表示 虽然两人不恋爱了 但会共同抚养孩子 也因此对于华晨宇过去众多的感情传闻 因为一个孩子的出现 而实锤了他和张碧晨 有意思的是 华晨宇曾经被媒体问到 为什么不谈恋爱 华晨宇回答 我一直觉得爱情 是你碰到了你喜欢的女生 你才会去谈恋爱 如果你没有女朋友 但你每天想找个女朋友 那只能证明你寂寞 只是不知华晨宇当初是真的喜欢张碧晨 还是因为寂寞 好在两人在面对孩子的事情上 比较坦道 也敢于承担责任 还是要祝福他们 对于华晨宇和他的绯闻女友们 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哦